大家好 我是北京控股的林彦廷 也是结束了季前赛的征程嘛 然后我们球队是三连胜 然后整个三连胜你觉得整个球队的氛围 或者说比赛下来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大家其实都身体 不管身体还是球赛上大家都准备的蛮好的 也很期待开季之后大家的表现 因为我感觉这是 因为我也是刚回北京 然后投入到训练发现他们真的 不管是老一辈的学长 还是年轻的系大家都非常认真 然后整个练球强度也都蛮好的 那就是对你自己来说 这次季前赛的你有什么收获 最大的收获 其实收获还行 主要还是把状况调回来吧 那整个季前赛表现 如果给自己打个分的话 10分的话你会打几分 我可能 我对于竞争赛比较像是找自己的状况 比较不像是 对啊 我可能会 可能上场时间也比较少一点 那我有很多防守也都蛮 没有做到这样的要求 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四分五分的 回去还可以继续再重参 对还可以 包括昨天其实我们打广州的 你和大哥全英俊是在对位的 我看到在场上 包括赛后你们也合眼 然后还看到你在社交媒体上 发了你们合眼 向大哥致见 然后就是和他对位的感觉 是一种什么感觉 其实比较开心 也比较兴奋 但他也是好像伤后刚回归 那他也是在找状况 我们两个都在找状况 所以好像并不是双方都是百分之百的 打起来的感觉 但也是很开心可以看到他 毕竟他在 也是我之前高中的学长 然后也是一直都是我们 这一辈年轻的偶像 然后就很希望下次可以 再跟他全力平衡 那他有没有跟你聊一些 比如说给你一些建议啊 或者怎么样 对他也是希望我哥继续好好加油 然后也告诉我说 CBA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舞台 对于我们来说 然后他说 也是希望我可以 一步一步的跨越这个难关吧 对 那其实我们从选秀 夏季联赛 季前赛 其实有三个月过去了 对 那么在这个融入CBA的过程中 小林觉得自己现在就是 彻底融入到这个联赛和球队的氛围内呢 我还没有感觉 还没有彻底融入到联赛 但我感觉有融入到球队里面 对于跟大家的相处也都蛮好的这样 那其实作为新秀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照顾你 对 那有就是如果现在让你回忆起一个瞬间 觉得给你就是温暖啊 或者说温馨的一个瞬间 你会你会想到哪个瞬间 就是在融入球队的这个过程 在球队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感觉就是可能在日常生活吧 然后可能我有什么事情想要 不管是去吃饭啊还是怎样 然后大家都会跟我说 小林要去哪 或者说那好好休息啊 就是都会有一种比较 虽然温暖的话 然后我就觉得蛮大家都蛮 大哥们都好温柔 今年北空其实有三名备受关注的新秀 对 像小林 郭豪 还有怡金红 那么眼中他们是什么样的球员 嗯 先说郭豪 郭豪就是一个 我没有见过这个身体素质这么好的球员 那不只是这样 他其实在呃 加练的那个呃 就是练球额外时间的加练 还有自助训练其实也都很认真 对 郭豪是一个呃 非常未来心 非常未来潜力的一个球员这样 然后 姨静红是毕竟年纪比较 比较 比较年长一点 但是他也是球队的 算开心果吧 我觉得他是一个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不管今天 今天教练有没有让他上场 他的态度也都是来得很正确 然后也就会时常问我 要不要加练 然后还有球队三有什么事情 他都会愿意去帮忙 嗯 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拍摄定中照的时候 你们三个人是在一起的 对 然后我会看到你穿的是零号球衣 嗯 那你能不能讲一讲就是 为什么选择零号 有没有什么背后的故事 其实也没有太多背后的故事啊 因为我大学最后一年是穿一号嘛 然后原本想穿一号 但因为球队有人也有穿一号 我可能就没有写的号码可以选 然后就在想零 小铃跟铃好像比较有点 有点写的 然后我们也知道 以信红是CBA全新的扣篮王 对 然后其实小铃 我们在你有个绰号叫 花莲弹簧腿 哈哈哈 所以你们两个私底下 就是市面有没有会PK扣篮啊 或者对 其实我是觉得他 以信红真的真的比较厉害啊 他那个 对叫什么 云浪花香机 你也在花香机 迷不虚传 我觉得 我是没有胆量跟他PK 我觉得他真的太厉害了 所以其实大家 我们知道今年那个全明星 也是定在厦门嘛 三月份 其实大家都很非常期待 你们可以参加全明星的扣篮大赛 我感觉应该还是以信红吧 以信红比较 比较有那个能力 可以期待你们两个一起上 呃我应该不会 刚刚还有国豪也有机会 对 我们北控今年不只有你们三位新秀 还有新的外援 对 还有我们新的教练明知道 对 然后聊了你对 对敏露雷指导的印象吗 嗯 我觉得 敏露雷指导的印象吗 敏露雷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 阎哥的爸爸 对 好像一个阎哥的爸爸 可是他 他自己下其实都很温柔 都会帮我们照料我们的 不管是吃住啊 还是哪一方面 其实他都会 为我们去发声 就告诉我们 球员休息时间不够 他可能会 就是会被我们讲 但在场上他是严格的 其实他的拿捏的都非常好 对 然后就是一个爸爸 严格的爸爸 非常好 会害怕他吗 呃 其实也不会害怕啦 就是会觉得 呃 嗯 我们知道自己错了 可能会被骂 嗯 对啊 所以被骂很合理啊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错了 所以其实也不会到害怕 嗯 因为之前我们明日到采访的时候 他也说就是他的管理的规则 就是要敢要求善管理 对 然后他也希望和年轻人就是 打成片 对对 了解年轻人的想法 对 嗯 那小连对新赛季 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 嗯 新赛季 新赛季 哦 其实也就是希望自己 不要打得像新秀吧 我觉得我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数 或者数据 但我希望自己不要打得像新秀 感觉就是 就是 在场上不要这么菜 的感觉 要看起来像是 哦 感觉今天也蛮好的 那种感觉吧 就是慢慢积累自己吧 对我希望是可以 不要 不要是大家看到我 就是想要打我的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新秀肯定会被欺负嘛 那我就希望我的 打球的不然是 呃 战术上面啊 还是 籃球智商上面 其实希望可以成熟一点 嗯 对 那球队的目标呢 那我觉得是希望可以把每一场 比赛的赢下来吧 嗯 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我们也是看 每天每天不一样嘛 每一场比赛也都不一样 每一场 比赛要针对的事情也不一样 那赢 赢到的理念的话 我感觉比较像是 把每一场比赛的赢下来 那其他就不得我说了 嗯 对 那其实很多人认识和观众小林 是从18的耐高决赛 对 包括之后的19年 我们的同学体育的综艺节目 蓝板青春 对 那呃 比如现在回想四年前那个夏天 就录节目的那个夏天 嗯 你还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瞬间 还在脑海里应和你 嗯 最难忘还是去 去大连吧 大连 比如说去大连 然后我们有时候去体验那个 高空 高空弹跳 我最难忘的还是那个 因为当初是完全无预警嘛 然后就莫名其妙就被走上 走上 然后走上排的时候 大家也都觉得不肯跳啊 对 就真的被 让大家都真的选择跳了这样 然后我觉得那 那个也是非常难忘的 因为那也是我第一次跳高空弹跳 嗯 对 然后包括那个节目 除了你还有景伟 也高景伟 对 然后景伟现在是在台湾联赛吗 对他在台湾联赛 对那你们现在 在私下里会经常就是交流一些 肯定会 每天都联系 没有到每天联系啊 但如果对方有分享他在比赛的一些视频 或比赛影片上面 我们可能就会问对方 哎今天打的怎么样啊 或是类似这样 就还是会互相鼓励这种 对 嗯 那其实 其实想跟小林说 就如果你想对四年前的林雁廷 说一句话 你会对他说什么 嗯 比如说四年前你可能会有一个目标 我要打决联赛呢 嗯 那现在这个目标实际上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嗯 可能会想跟当时我说就是 继续的坚持自己的梦想吧 嗯 对 应该不会说太多 哈哈哈哈 他胡思乱想 那其实还 我还想问一个就是 如果想对四年后的自己说一句话 你现在想说什么 嗯 嗯 想对四年后的自己说的话 嗯 嗯 也应该也是一样的话吧 继续朝自己梦想前进吧 因为 可能未来会有很多事情 预测不到 预测不到吧 那也希望未来自己可以 呃 撇除这些困难 撇除这些万难 然后继续朝自己梦想前进吧 嗯 我们也知道 小林马还要过生日啊 嗯 我怎么知道 十月二十二号 我怎么知道 对 是吧 嗯 然后也是在我们节目站的前一天 啊对 对 然后就是新的新的一岁嘛 新赛季 嗯 小林如果想许一下什么愿望 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生日愿望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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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这些球队拿到最好的成绩吧 对 还是一个团队团队的目标 嗯 那我们也是提前祝小林生日快乐 好 谢谢 然后新赛季就是不断像你说的一样 不断蜕变 嗯 然后保持初心能够打出好的表现 对 嗯 然后最后也希望小林对我们腾讯体育的球迷 就是讲几句话嘛 好 因为社区有很多你的球迷和粉丝 就是从19年开始去关注你 包括 他们对新赛季的你和北控也非常期待 嗯 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 就是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啊 然后我也踏上我的梦想舞台了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 然后我也更努力的展现给大家看 好的好的 谢谢小林 嗯 谢谢